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费尔班克斯机场由于纬度高 冬天寒冷且漫长 路面结冰的情况简直是家常便饭 曾经就有一架刚落地的飞机因为没有杀住一头冲进了航站楼 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他们不得不派出Yeti去征服这一片冰天雪地 Yeti有点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鸭路机 只不过前面被换成了尖利的爪牙 这些成员锥形状的钢牙将近15厘米长 数量多达588克 凡是他所惊之处都会将脚下坚硬的冰块给嚼碎 最后只要派出铲雪车进行善后 将碎掉的冰都给清理干净 相较于过去的破冰期 Yeti的牙齿少且尖锐 使得压力更加集中 效果自然也就更好了 由于他采用了双排的设计 还能有走一次相当于破两次冰的效果 就算是用它去清理坚固的厚冰块 也能达到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了 我倒是很好奇 前面的钢牙才把冰给嚼碎 后面的大轮子不就紧接着给压实了吗 视频元素来自Science Channel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剧作 感受最美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